初出茅庐 东汉末期 隐居南洋龙中的诸葛亮很有才学 刘备曾三次拜访 诸葛亮赶其诚意 终于出来做了刘备的军师 得到刘备的重用 有一次曹操带兵十万 向新野进军 声势浩大 面临危境 刘备便找诸葛亮共商对策 诸葛亮建议诱敌深入 然后合奸 但诸葛亮考虑到自己刚来营中 担心关羽张飞 不服调遣 计划难以实现 刘备知道孔明的想法后 就受给孔明硬剑 并嘱咐关羽张飞 必须服从孔明指挥 如有违抗 孔明有斩首之权 孔明便令关羽张飞 引兵埋伏在玉山山中 令赵云打头阵 以假装战败 诱敌追击 十万曹兵在夏侯敦的指挥下 直向新野猛进 夏侯敦见刘备的军队 横不成列 树不成行 便哈哈大笑 策马直奔刘军 赵云迎战 连战连退 黄昏时退至伯望坡前 伯望坡附近森林密布 芦苏敦变野 孔明利用有力地形 早在这里做好了火工准备 当晚没有月亮 又刮大风 当曹兵走到狭窄的山路时 孔明吉令放火 煞时火光冲天 伏兵四起 十万曹兵全被击溃 孔明第一次指挥作战 就获得大胜 后人就做了一首诗 赞扬他 伯望相持 用火工 指挥如意 笑谈中 真须惊破曹公胆 初出茅庐 第一功 后来 人们引用初出茅庐 比喻人们初踏入社会 缺乏经验 现在多比喻刚出来工作